范姆根案周四上午9點繼續在蘇州中級法院審理 被告人五位家屬首次獲准旁聽 經過前一天 公訴人宣讀起訴書 介紹案情之後 周四的庭審進入執政階段 審判員在法庭上全面調查案件事件和核實證據 范姆根的辯護人稱何以廷一再違法 當天下午4點何以廷在執政的過程中播放了現場的視頻錄像 律師在執政過程中發現多處疑點 其真實性及合法性都令人懷疑 就此提出對視頻進行堅定的申請 但經過約兩個小時的何以廷協商 當晚6點何以廷駁回編護人和訴訟代理人的申請 四位律師退庭抗議 范姆根的辯護人王宇律師退庭後告訴本臺 是不真實 我們懷疑他是被剪輯過的 而且他非常明顯 而且同時范姆根本人他也提出這個質疑了 就這個問題兩位辯護人和兩位訴訟代理人 當場就提出一個就是要求對這個視頻資料 進行一個進出鑑定 下午4點鐘左右提出的 辯護人王宇張俊傑律師及訴訟代理人 令七磊律師等四人當聽抗議 王宇說 從昨天開始這兩天 庭審和一庭一直在程序違法 就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客觀的證據 都不能得到一個真實性的驗證的話 那這個庭審就無法進行了 因此我們四位律師已經退行表示抗議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不是拒絕辯護 而是希望給范姆根做一個更好的辯護 能夠在一個合法的一個程序下來進行辯護 四位律師當晚7點抵達蘇州市檢察院提出控告 王宇說 我們要對何一庭這兩天的違法行為進行一個控告 也希望這個警察院能夠糾正何一庭的違法行為 那明天會不會開庭呢 至少我們現在要對這個何一庭違法要進行一個控告 要應該由檢察院糾正何一庭這個違法行為 之後我想才能再繼續開庭 否則的話如果一直是這樣違法進行下去的話 那這個庭開不開 是不是在欺騙公眾 范姆根的兒子范永海周四沒有參加旁聽 作為暗中證人他正等候法庭傳召 范永海告訴本臺他看到當時帶領6名被另案處理的涉案者 闖入他家的政府解訪人員不但沒有被抓 他反而進入旁聽席 在法院外繼續有民眾聲援 廣州維權人士賈品說警察人數沒有比前一天減少 公交站牌也部署了警力 昨天那個公交站牌那是沒有警察的 圍觀的這個朋友的比昨天要少一些 可能有個兩三百人 今天江蘇省內各個城市的國保啊 都來到這蘇州法院的現場 是把他們那個屬地的一些個訪民和維權人士都抓回去了 甚至還有外省比如說從天津過來的那個那個維穩人員 把從天津過來的訪民都抓回去了好幾個 今天上午那個叫盛蘭福的訪民舉了一個習近平的那個照片 然後下面有四個字以法治國 結果他這個這個照片剛剛舉起來 然後馬上衝過來四五個警察 把他這個舉的這個照片搶走 然後又把他人抓走了抓到警察上拉走了 現在還不知道關在什麼地方 湖北維權人士尹旭安對記者說 當天早上蘇州中院現場出現 常熟原型包裝廠的幾十名討薪員工也在深園 翻木耕被警察強行帶走場面異常暴力